2024年元旦最受瞩目的活动除了迎树光就是总统府升旗典礼 青年表演嘉宾有三军乐仪队还有剑中乐棋队跟北一女乐仪棋队 下午也在凯道进行了彩排吸引不少民众围观抢拍 还有哪些精彩画面带您先读为快 黑红设计的服饰搭配对貌跳脱传统表演 加入话剧现代舞元素内容丰富精彩多元 剑中乐棋队将在元旦升旗典礼表演连续假期第一天 学生们到总统府前广场进行彩排 这次以阿波罗十三号为主题象征登上月球勇往直前 今年我们换了一个表演 所以我们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多样化的方式 去呈现出我们这个新学到的一些技巧 步伐整齐来一个花式摔枪展现绝佳默契 气势非凡 北一女乐棋一队也没缺席 光是预演就信不少周边民众拿出手机相机捕捉 北一棋队都会带给人一种比较像仙女 比较有气质的感觉 这次我们想要突破大众对我们设下的框架 我们会改一个帅气的新面貌展现给大家看 元旦升旗典礼国歌领唱呼应世代传承 其中最小的领唱员是这一位只有八岁 另外还有三军乐仪队帅气演出展现 平时精实的训练成果 九天民俗集团也将搭配超过两百位童子军 在开刀上举起十一公尺的巨幅国旗 2024元旦升旗以活力满满的表演活动 迎来新的一年 借杨宗彦 王秋明 台北报道